杨慕萱看电影 于是这次三生三世枕上书中 两个人更是再次出演凤九和东华 由于该剧主要讲述的就是凤九和东华的故事 可以说是圆了在十里桃花中 喜欢他们两个人的观众梦了 凤九和帝君经历了种种艰难 终于走到了一起 虽然两个人的结局非常甜蜜 但是相爱的过程却很坎坷 一开始帝君为了自己身上的责任 再而三的拒绝了凤九 之后两个人好不容易在一起了 东华却受了重伤 自觉命不久已只能将对凤九的爱埋在心底 只好赶走凤九 之后将自己的半心化作一只琉璃剑 护凤九周全并准备语化 而且还将自己对凤九的思念书写在枕上 最后凤九发现了枕上的字 感悟到东华对自己深沉的感情 于是便决定再也不离开东华 两人一起战胜强敌保护了人间和平 你是怎么看待凤九对东华的感情呢 欢迎评论留言说出你的看法咯 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关注转发咯 谢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